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乌开战 美派资深代表团访台 俄乌战争是独裁与自由之战 中国如何选边 台湾人道救援乌克兰物资企运 NGO递交反战性谴责俄罗斯 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 恢复征兵制孤生四起 因中国的亲俄立场 法国暂停在中国举办马蒂斯化战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北大 清华等十多所大学的一百多位海内外的校友 响应多位历史学家 早前公开谴责俄罗斯行动 本周一发出坚决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署信 呼吁中国政府履行有关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承诺 另外 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已经从陆路撤离乌克兰 今天记者乔龙的报道 南京大学教授孙江 北京大学教授王立新 香港大学教授徐国奇 清华大学教授钟美明和复旦大学教授陈燕 上周六在微信发出题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我们的态度的公开谴责 强烈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并呼吁俄罗斯政府和普京总统停止战争 用谈判解决纠纷 两个小时后 相关内容遭到屏蔽 本周一 中国各地十多所大学的130多名海内外校友发起新的联署 提为 坚决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该联署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履行1994年12月签署的 中国政府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 在乌克兰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 或受到此种侵略威胁的情况下 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安全保证 联署发起人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校友鲁南本周二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该联署由北京大学校友发起 获得人大清华 煽动上海等地的校友响应 已经有130多人签名支持 他说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要反对战争 维护和平 因为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事件 是挑战了人类的良知的一种底线 这是所有人类都共同反对的一种暴力行为 因为乌克兰并没有侵犯到什么俄罗斯 它是一个主原国家 它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网上流传的乌克兰现场视频显示 一名妇女中弹倒地 她的一条腿被炸飞 顺着血迹看到另一段在几米之外 另一视频和图片显示 有平民和穿迷彩服的军人尸体 堆在路边 现场惨不忍睹 新闻系毕业的鲁南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大开杀戒 造成重大伤亡 因此他们必须表态阻止这场战争 他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中国小粉红 在网上调侃乌克兰支持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激起乌克兰人的愤怒 于是围攻中国在乌克兰的留学生 目前小粉红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 已经被屏蔽 浙江大学校友马先生对本台说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 民间人士为乌克兰人呼吁 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他说 另外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表示 首批中国公民开始从乌克兰撤出 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600多人已从基辅乘坐大巴撤离 前往莫尔多巴 大使馆消息说 在当地本周一下午 这批留学生从基辅大学红楼出发 前往莫尔多巴 中二 第二批留学生 近1000人撤离 据中国驻莫尔多巴使馆消息 莫尔多巴 对持有中国护照 由乌出境的人员实施临时免签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在俄乌开战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由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莫伦率领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 于台北时间1号下午抵台 展开旋风式的30个小时访问 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强调 在乌克兰形势严峻之际 这彰显了美台关系坚弱磐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回应称 美方派任何人展示所谓的对台支持 都是徒劳的 今天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一次美国跨党派资深代表团 由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莫伦率领 方团的成员包括前国防政策次长弗洛诺伊 前白宫副国安顾问欧苏利文 以及两位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 葛林与麦艾文 访团成员搭乘外交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到现场迎接 访团在台北期间将觐见台湾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 以及国防部长邱国正 预计2日晚上10点离开台湾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一日上午赴立法院备巡时 回应美国总统拜登派遣访团所代表的异议表示 在世界局势有变之际 美国拜登总统派相当层级非常高的访团 专程来台 可见台美关系的重要 台湾地位的重要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一日在例行记者会指出 这个访团是自去年4月 拜登总统指派美国前参议员陶德率团访问之后 不到一年再次派遣重要资深访团来台 尤其在乌克兰的情势的时候到访 这展现了对于美国对台承诺 坚弱盘石这样的一个具体行动 同时当然是展现了台湾议题 在美国享有一个跨党派的一个高度的共识 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告诉本台 这一次美方动作非常快 美方国安高层敏锐察觉到 不只是台湾有部分所谓的以美论 质疑或是担心传出 我想在这个时间是最适宜 它传达的一个理念 其实不只是对台湾 不只是对台湾的政府跟台湾的人民 我认为也包括对中国 中国的政权 那么还有对于区域周边国家 传达这个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美国的重大利益 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 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 拜登政府派遣访团来台 倒不是针对台湾在野党的想法 他认为是在回应国际舆论一些看法 现在国际上著名的评论者 经常拿台湾跟乌克兰比较提出 乌克兰不是北约盟国 与美国也没有共同防御协定 所以美国不能派军人直接介入 这一点跟台湾很像 美国这个等于是对台湾 还有整个印太的一个战略上的在保证 就是说美国不只可以关注乌克兰 他也同时可以继续关注印太 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 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 在俄乌战争关键之际 拜登特使团访问台湾 一方面通报俄乌战争状况 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一种透底的作用 另外通过俄乌战争的交底交流 对台湾当局做安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一日回应相关询问时表示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 美方派任何人展示 所谓的对台支持都是徒劳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后 欧洲国家展现了许久未见的团结一致 从金融制裁到军事援助乌克兰 欧洲议会甚至愿意为乌克兰加入欧盟 开辟快速通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想见到的局势都出现了 这会如何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 又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以下是记者郑重生的报道 这不只是改变欧洲的一场战争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号 在欧洲议会还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一场法治 与靠枪杆子统治之间的冲突 也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冲突 更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与赤裸裸的侵犯之间的冲突 欧洲议会一号举行针对俄乌局势的特别会议 还邀请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以视讯的方式发表演说 法新社报道 泽伦斯基说乌克兰人民正为价值观 自由还有生存而战 还说乌克兰是欧洲人 请欧盟同意乌克兰加入 不要让乌克兰孤单 报道说泽伦斯基的讲话后 所有欧洲议会议员起立鼓掌十九 期间更是有口议员数次哽咽 但动人的演说 抵挡不了战争的残酷 就在泽伦斯基演说后 乌克兰的外交部在推特账号公布 基辅电视塔遭到了俄罗斯的轰炸 至少造成了五人死亡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更批评 1941年德国纳粹入侵时 在当地杀害超过了三万名的犹太人 而八十多年过去 俄罗斯的纳粹正以邪恶的野蛮方式 想消灭乌克兰人 库列巴一号晚间在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时 也提到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的残暴伤害 而根据中国外交部 王毅并没有使用入侵或战争 而是用战事来形容 乌克兰局势的急剧变化 中方对俄乌爆发冲突 感到痛惜 对平民受到伤害极为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声明转述乌克兰的立场指出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乌方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 期待中方为实现停火展开斡旋 中国是要为这场战争调停扮演关键角色吗 在华盛顿 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一场改变世界秩序的新书发表会上 改变中美关系的重要推手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看待当前的国际格局 与领导地位的变化 他不点名特定国家形容 一个国家的领导力归根结底 还是要看他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一个现有的大国 面对崛起大国的挑战 竞争力是有可能下降的 但它绝对还是强大的 而且从历史上来看 一战时德国和英国的竞争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德国一心想要全面超越英国 不了解权力均衡的重要性 而对照中国在当前 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中的处境 美国南卡罗兰纳大学 爱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分析 中国的为难处 他告诉记者 我觉得中国现在挣下了几个不多的 就是说跟俄罗斯和乌克兰 同时友好的一个国家 中共对这两个方面都有所需求 都是比较友好的 这个打起来 中共虽然是很尴尬的 处在一个进退的难的地步 当永久的中立国瑞士不在中立 要执行欧洲联盟开出 300多位俄罗斯富商的制裁名单 禁止他们在瑞士的银行体系 开展新的业务 当欧美主要国家也启动 号称金融核武的环球银行 金融电信协会系统 要把俄罗斯的主要银行 包括俄罗斯央行给剔除 包括新加坡 日本也都相继加入 金融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路透社就报道 像是中国的银行 新加坡分行就宣布 停止为任何牵涉 俄罗斯石油的交易融资 谢田认为 对中国的金融机构的影响 当然也会有 但之后会如何发展 还需要时间观察 俄乌战争让经历两次大战的 世界秩序又一次面临考验 包括了日本政坛也打破禁忌 由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探索 核共享的可能性 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格局下 这对中共的二十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022的这个虎年 中国也不是局外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外交部首批 远赠乌克兰的医疗物资起运 台湾的立法院 更紧急通过声明谴责俄罗斯 台湾的民间团体1号 赴莫斯科驻台湾代表处 递交了有3000多人签署的反战信 要求普京停战 请听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进入第六天 已经造成超过30万乌克兰难民逃离国境 联合国预估有700万乌克兰人民流离失所 台湾政府和民间已行动声援乌克兰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一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我们启用了对于乌克兰的人道救援医疗的物资 包括27吨的药品还有医疗的器材 这是满载台湾的爱心 已经在昨天晚上从桃源国际机场已经起飞了 台湾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一号令宣布 与十多家企业集资捐助1000万元新台币 相当于35万的人民币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另外有多名的立法委员也捐出了一日所得 援助乌克兰难民 蔡奇昌表示目前有大量的难民聚集在波兰 外交部也已经与波兰对接 台湾立法院长尤锡昆一号签署跨党团共同声明 谴责俄罗斯政府违反联合国宪章 非法动用武力侵犯乌克兰主权以及领土 破坏区域以及全球的和平稳定 呼吁俄罗斯政府紧速停止军事侵略行动 以及要求中华民国政府积极与国际社会协调合作 参与反制措施 呼吁各方紧速的恢复和平对话 理性解决争端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发布因应物额局势的台湾相关措施 包括必要时动用国安基金稳定交易秩序 政府掌握原材料的供应 以及水库电厂油槽瓦斯电信通信系统 等基础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作 并加强维护自通安全防范网络攻击等等 苏贞昌说 我们都与世界民族伙伴同步 不但严正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并且也会同步做各种相对应的制裁措施 对于相关向随 对相关的银行等做出的决定 我们都会与与同步自当配合 台湾外交部和内政部长都表示 只要在台的乌克兰人提出申请 都会允许延长居留签证 而且无次数限制 台湾多个公民团体 以及在台湾的乌克兰人等近50人 1号聚集在莫斯科驻台北办事处前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益祥 向该办事处人员递交反战联属性 谴责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 应该立即撤军并接受制裁 强调反霸权 反侵略 捍卫人权是普世价值 莫斯科办事处的人员 只是接过这封信并没有发言 施益祥指出 短短几天已经有160多个团体 3700多人联署 反对俄罗斯发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不义战争 施益祥说 警惕中国政府会像俄罗斯一样 会加深对西藏 对新疆 对香港 以及对台湾的镇压的打压 最后就是呼吁台湾政府 尽快通过的难民法 以及建立难民庇物机制 在台乌克兰人Vedham 感谢乌克兰人为捍卫国家 为自己的未来而战 Vedham以战斗的手展示了多张照片 他说 乌克兰医疗团队面对伤兵 不管是乌克兰人 或是侵略他们的俄军 都一样救助 Vedham说 如果他们要 只是差别在于时间的问题 它会发生在这里 也会发生在任何地方 我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我们一定要回击 我们的家儿都处在危险当中 我们可能随时失去他们 在台乌克兰籍模特尔坦雅 谴责俄军无差别的攻击 包括轰炸癌症医院 造成了许多孩童 父女 老人 医疗人员伤亡 他说 普京想分裂乌克兰人 但是乌克兰人前所未有的团结 坦雅也提醒 不要掉入俄罗斯制造宣传的虚假讯息 也不要购买俄罗斯生产的商品 不要跟俄罗斯人做生意 俄国商人赚的钱 最后都变成给政府买子弹打乌克兰 他提到 欧美国家祭出了制裁手段 将俄国大型银行逐出国际支付系统 也呼吁Visa Mastercard等也跟进抵制 香港编程青年代表提到 2019年反送中运动 香港人向极权对抗时 得到乌克兰人很大的支持与鼓励 如今乌克兰有难 香港人也会站出来帮忙发放文宣 呼吁捐款 他强调 只要站在一起 敌人就不会那么强大 到场声援的在台立陶宛人 林一连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他支持自由 反对任何战争 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 过去都是从苏联独立 共同的历史就是一定要来支持 普丁一直说 波罗的海也是俄国的一部分 大家都非常担心 立陶宛 拉脱威亚 埃上尼亚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普丁的目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 李宗翰台北报道 台湾从2018年开始 把兵役期缩短到只剩下四个月的所谓训练役 使得兵源吃紧 俄乌开战 台湾是否有自我防卫能力成为热点 台湾的立法院法治局建议事实恢复征兵制 以确保兵源 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一号回应说 他个人并不排斥 但目前还没有定论 以下是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8年台湾兵役制度改采募兵为主的募征并行制 1994年元旦以后出生的 一难改服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根据台媒中国时报 引用台湾立法院法治局的报告 台湾2021年 兵源总人数162,282人 其中被视为作战主力的陆军特种部队 炮兵部队 防空部队士兵 以及陆军火箭部队防空飞弹等战斗部队 边线比均不到八成 报告指出 台湾少子化日益严重 到2039年仅剩5万6千名 一难可应征目 法治局提出建议 依照兵役法第34条 当志愿服役者不能满足兵儿时 应该回复征集服常备兵 以因应所面临外力严峻的军事挑衅 但我并不排斥 实际上我们国防部也在 有掌握这种状况 也在做一个分析 邱国正表示 任何议题国防部都可以讨论 但国防部目前的重点 就是战力建军和备战的这方面琢磨 所以各方面的意见并没有拒绝 如果要讨论 国防部也会表达想法 自然会从长计议 目前国军的重点就是建军备战 邱国正强调他个人没有什么意见 只是一路看下来当初为什么有征兵 为什么后来改成木兵 大家都很清楚 一方面是财力的问题 再一方面平日养兵少 战时用病多 就这个概念 所以要一个战力来看的话 孰强孰弱就分析得出来 民进党立委罗智正表示 对乌克兰局势 台湾民众都有相当强烈的感受 只有自己有决心 有能力捍卫自己国际才会声援 所以是要把授击时间再适度延长 让我们的士兵有更大的能力 来这个在战争的时候 能够采取必要的一个对应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地域延长 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认为 要不要恢复征兵制 涉及到2300万民众 有没有共识 我觉得是很重要一局 真的群民要面对这个问题 要不要把它改为征兵制 我觉得是需要拿出来 好好讨论的时候 国防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 副研究员舒孝黄 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 以过去当兵约两年为例 短暂新训后分发到部队 再针对不同专长训练 分发到例如工兵化学兵等 在部队施以专长训练 动员召集就以原来当兵所分发为主 待的时间太短了 对于操作装备 或是提供他们专业训练来说 时间都太短 舒孝黄点出国军征兵制 亦或募兵制是一回事 训练不足是另一个重点议题 例如分发到装甲部队 有没有能力操作战车维护 将来是M1比现在的战车更先进 可以联网 车间可以互相变成完整的作战群组 问题是这些征召来的士兵 即使兵役延长 学习相关的战术战法 真正应用在战场上 恐怕是个很大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黄春梅台北报道 俄罗斯向乌克兰宣战 中国的立场不仅影响到国际政治 连文化合作也都受到了牵连 法国北方省原计划与中国合作的 在北京和上海举办法国画家 马蒂斯的画展 却因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 使得省政府决定取消 马蒂斯画作前往中国展出的计划 以下是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法国北方省政府25号发布公报指出 取消马蒂斯画作前往中国展出的计划 主要是考虑俄罗斯向乌克兰宣战的 地缘政治危机 以及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政治关系 价值3亿欧元的280幅马蒂斯作品 原地于3月初启程前往中国 将于2022年3月26号到6月26号 在北京展出 7月转往上海展出 这些作品都是马蒂斯出生地的 勒卡托·康布雷西马蒂斯美术馆的藏品 马蒂斯生前创立的这座美术馆 因为闭馆失工 所以与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达成马蒂斯的画作 第一次在中国展出的合作计划 然而鉴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 地缘政治危机 和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政治关系 北方省宣布无限期暂停 向中国提供马蒂斯的280件作品 北方省省长波瓦雷明确宣示立场说 全政府的公报表明 与中国文化部门的文化伙伴关系都无限期暂停 直到另行通知 波瓦雷表示 法国无法获得全程跟踪这些作品的通行证 考虑到这些作品的文化价值以及地缘政治气氛 还有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 他不能冒险 波瓦雷表示 这并不是针对中国 只是今天 他必须保护法国遗产 他不知道这场危机如何收场 他也没能获得足够的保证 确定能收回这些作品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则以艺术不应该被政治挟持的观点 批评法国不应该以政治为由 阻碍两国正常的艺术交流 并强调 马蒂斯试图在战争时期用他的画作来表达乐观 因此他很可能不会赞成中国粉丝 因为战争猜测或偏见而错过他的作品 法国中学艺术科教师阿贝特则反对《环石》的评论 他说 中国不同意欧洲的价值观 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 艺术的创作要求自由表达 因此逻辑上而言 如果中国是自由的敌人 为什么我们要借出 法国艺术家自由创作的结果 而这些创作的表达自由 又是中国所反对的呢 如果北京是极权俄罗斯的朋友 为什么我们要将我们受俄罗斯威胁的艺术家作品 借给极权俄罗斯朋友的中国 艺术与所有事物都是相关联的 包括政治并不是选择性的切割 不过 环石还是很政治的解释 中方已经明确表示 在俄乌冲突中持中立立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财林巴黎报道 因被控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判求四年的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 3月1号在南京刑满出狱 获准返回北京 与妻儿团聚 代表律师透露 余文生计划提出申诉 为自己讨回公道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余文生确定已离开南京监狱后 身在北京一家酒店的妻子许宴 马上在推特公布喜讯 并发布通话录音 你现在跟哥已经上车了吗 已经上车了 上车了 再行 是可以回北京吗 对 回北京一会儿去酒店直接见你 欢迎你回来 我一会儿去酒店等你 好 到时候车会直接开过去 哦 知道 直接在火车上 那已经确定在火车上了是吗 那我要确定我一会儿 我花了电话 一会儿我就准备拿着衣服和水果 我去酒店等你 那决定一会儿就去吧 应该很快到你了 在了中午多 中午前后 嗯 我知道 嗯 谢谢你们啊 那个辛苦了 我一会儿就去 好 老婆 爱你啊 嗯嗯 也谢谢所有帮助你的 到了下午 许燕在发文说 余文生已到达北京 目前两人在一起 会先在酒店里住一个晚上 3月2日会一起返回北京家里 许燕为余文生新满获释 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方面安排余文生哥哥到南京 接余文生 同时也委托了申诉律师黄罕中 到监狱迎接 黄罕中向本台表示 家属一直担心 余文生能否顺利回到北京 一个呢 余文生律师 出来以后是不是呢 不让他回到北京 因为此前的王全璋律师 也是在济南控制了一段时间 这个江天勇律师呢 到现在没有获得 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自由 余文生律师呢 和其他前面几位律师的情况 也不一样 他呢 在外地没有居住地 他的父籍 居住地都在北京 恢复自由以后呢 从他个人 他家属的兴起 都希望他能回到北京 获得真正的自由 他说 正因如此 许燕才选择留在北京 因为许燕律师的故乡在江苏 所以呢 这个 如果许燕律师过来接 大家呢 就想 如果有关方面 这个 让他们 呃 居住在江苏 那么就回不了北京 所以许燕律师呢 就没有到南京来迎接余文生律师 黄汉中3月1日早上 来到监狱正门 准备迎接余文生 却被通知 当局另有安排 九点钟左右吧 这个南京监狱预政科的负责人呢 这个告诉我呢 他说他是向余文生的家属释放 所以呢 律师 这个不需要带你 这个我很快就了解到了 这个余文生并没有从监狱大门出来 直接被送到了火车上 余文生在2018年年初发表修改宪法公民建议书后被捕 2020年6月 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通知家属 余文生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称被判监4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他不服赏诉 二审维持原判 扣检被积压的时间 3月1日刑满出狱 那么余文生律师上次表示了 这个获释以后呢 他会为自己寻求一个公证 希望呢 律师配合进一步的申诉 按照中国的这个目前的司法体制呢 对判决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案件 都可以了向司法机关进行申诉 要求改变判决 曾为多名709事件被捕律师辩护的余文生 职业证四年前已被当局吊销 妻子许燕去年申请成立法律咨询服务公司 或政府批出营业执照 许燕曾表示 丈夫原本是商务律师出身 处理与知识产权和建筑工程等相关案件 不排除公司日后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一年前的3月1号 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初选 被空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一年后案件仍未完成交付程序 当中33人却已未审先求一年 即使部分被告获准保释 但都在高压下转去低调 避免在公共议题上发生 本台记者专访流亡的初选参与者 许志峰和张昆阳 47人大抓捕后的这一年 失去这些香港公民社会领袖后 香港社会到底失去了什么 以下是记者刑伯红的报道 2021年3月1号 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押上法庭 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当日西九龙裁判法院外 响起港区国安法实施后 几乎被禁决的八字口号 大批香港人当日响应 全民黑衣日的呼吁 穿上黑衣到法庭声援47名被告 一年过后 这47位香港公民社会精英 几乎从公众视线消失 香港公民社会陷入了一片死寂 曾经参与民主派初选 目前流亡美国的张昆阳 这样形容过去一年 这47个人当中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 区议员 也有大学教授 医生 律师 飞机师和商人等 他们被控告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只应参与了一场 由民间自发 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初选 2021年7月11号至12号 香港民主派人士举办初选 以决定有哪些候选人来代表民主派 初选原定在当年9月 举行的立法会正式选举 目的是要为民主派 在立法会争取最多议席 初选前两天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曾国卫警告 初选可能违反 刚实施不久的港区国安法 呼吁市民慎重考虑风险 那个夏天香港人正处于港区国安法所带来未知的不安与惶恐中 人心惶惶下 张坤阳打出了选举口号 以行动战胜恐惧 最终61万名香港市民无视港府高官的警告 烈日当空下 在票站外大排长龙 为了在这场初选中投下一票 每次想起当日情景都让张坤阳感动 他感谢当日走上街头 用选票表达民意的香港人 通过初选互相传染勇气而非恐惧 虽然是民间自发的选举 但这场初选当时引起社会广泛讨论 候选人在各大传媒的初选论坛上激烈交锋 选举气氛炙热 最终61万名市民投票 在52名候选人中选出30位 代表民主派初选正式选举 曾参与初选现在流亡澳大利亚的 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 概叹这是最后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 现在回想起来 有国安法后 这样的选举都没可能再发生 回想起来 那是最后一次市民可以直接参与的民主选举 这很可悲 初选结果出炉后 港府即表明 这次民主派初选 不为港府承认或认可 初选后两星期 港府再以疫情为由 宣布押后原定在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 正当外界以为事件不了了之 事隔近半年后 港府去年1月6号突然采取大规模行动 派出约千名警员 拘捕55名参与初选的民主派人士 为港区国安法生效后最大规模拘捕行动 震惊国际社会 当时许志峰和张昆阳已相继流往海外 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 覆盖香港不同政治光谱 从激进抗争派到最温和的泛民主派 全部一个不漏被捕 规模使当时深处海外的张昆阳震惊 彻夜无眠 不停接受全球各地传媒访问后 当他终于有时间停下来 却发现社交媒体陷入一片寂静 他更确定身在海外的他 日后将背负更重的责任 香港内部其实是真正 陷入了一种资讯真空的状态 香港内部陷入一种资讯真空的状态 所有政治人物被捕后 你打开脸书 动态消息上很安静 因为以往政治人物会及时发放政治资讯 让公众了解事件或研判局势 当时我要发很多贴文 对内和香港人沟通交流 对外在国际上也希望大家留意这件事 这肯定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打压 你拘捕所有人 最温和的也拘捕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1月6号的大抓捕后数天 所有被捕人士相继获准保释 未被正式起诉 然而到了2月底 他们相继收到警方通知 要求他们提前在2月28号到警署报道 当时外界已预计 警方或将正式落案起诉他们 张昆阳仍然记得 自己如何隔空想努力捉紧 他们每一个人 在最后的自由时光所留下的痕迹 张昆阳尤其记得 趁紫杰在进入警署前一小时 在社交软件Clubhouse上 开了一个聊天房间 他点进去 不说话 只是听着 机会去捉紧这些记忆 趁紫杰不断和香港市民说 自己很平静 大家不用担心 他会熬过去 会努力 我当时听完很心酸 其实做过政治人物都知道 我们对外要传达坚强的讯息 但不代表大家 各自没有懦弱的一面 即使内心恐惧 他们一个一个 仍然努力勉励香港人 要坚强活下去 47名民主派人士 步入警署后 被正式起诉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二天立即提堂 之后经历连续4日 马拉松式审讯 期间有被告体力不知晕倒 许之锋至今仍然无法忘记 当日的痛苦回忆 过去一年间 初选案被告经历 无数次庭审 却仍未完成交付程序 47名被告当中 有33人未审先求一年 其余14名获准保释者 也从此转向低调 在公共议题上晋升 张坤阳至今仍无法接受 失去一班战友 更无法接受香港公民社会 失去了一班 具洞察力的政治人物 他认为 如果这批公民社会领袖 没有被捕的话 一定会以不同方式 继续发展香港公民社会 和战友相隔高墙一年 重逢仍遥遥无期 他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我很想念他们 每一天都想起他们 我没有忘记过自己这一刻 人活着可以发生 想有自由 每一天都是赚回来的 我会善用他 去为他们和香港贡献 希望他们的故事 仍可以继续让国际社会知道 很想跟他们说 他们并不孤单 您刚才听到的是 本台记者邢伯红的报道 有韩清播报 虽然近来的俄乌战事 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但人们对徐州封县的 锁链女的关注度 并没有减弱 在世界范围 不同国家 不同团体 用不同的方式 关注这个女性的命运 一份有中文 英文和阿拉伯文的 全球穆斯林 关注徐州锁链女的倡议书 在网上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请听记者柳全的报道 锁链女事件 是中国政府公信力 陷入建政以来 最大舆论危机之一 当地政府先后发布 一份前后矛盾 漏洞百出的调查通告 引发网民不断的质疑 在中国政府花费 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力 试图平息这一事件的同时 人们不禁要问 中国政府 为什么这么害怕 真相呢 近期有穆斯林网站 绿色中华发起的全球穆斯林 关注徐州锁链女中文 阿拉伯文 英文的倡议书 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得到全世界范围内 两百多名穆斯林的签名 该倡议书 让人们做到 对女性的尊重与善待 彻底杜绝对妇女的歧视和伤害 强烈呼吁每一个中国人 乃至全世界的人们 通过各种渠道发声 解救一切遭受蹂躏 屈辱和苦难的妇女 无论是汉人妇女 还是维吾尔妇女 无论是中国妇女 还是外国妇女 而中国国内的十多名穆斯林 在倡议书上签名后两天内 被警察 国保 安全部门 约谈 被约谈的甘肃兰州居民 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接着丁女士介绍 他们不断问她是否认识该活动的发起人 有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在经过四个小时的谈话后 警察要求丁女士撤销签名 并保证不会再浏览该网站 并在笔录上签字后 才允许她离开派出所 另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哈女士 在签了该倡议书第二天 就有呼和浩特市司法局 公安局 复联 以及当地街道办的人员 登门拜访 哈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参加了一个 征集的一个签名 被拐妇女徐州这个事件 我说是的 我签签名了 作者是谁了 你认不认识 你能不能看到那个 跟你一样 其他人签名都有谁 你们互相认不认识 哈女士说 她在倡议书上的签名 用的是笔名 几乎无人知道 但是政府部门 还是很容易找到了 她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 此次活动的发起人 绿色中华网站的负责人 旅居马来西亚的 华人穆斯林学者吴花国指出 被约谈的十多位穆斯林 被中国政府告知 该倡议书是境外势力 对中国政府的抹黑行为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 欧华国先生说 这个倡议书 首先是穆斯林发出的 穆斯林就这么敏感吗 是吧 穆斯林怎么了 就不能倡议吗 倡议了就要被喝茶吗 她说是境外势力抹黑 我哪句话抹黑 1984年到1989年 五年间 许州拐败人口的四万多人 这是抹黑吗 对吧 去年走失一百多万人 这是抹黑吗 接着她说 在倡议书里 她提到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妇女也遭受着 某种磨难 这也不是抹黑 中国政府是害怕 人们联想到集中营 在谈到徐州 锁链女和新疆地区 维吾尔族 等民族妇女 不同的遭遇时 欧华国先生说 小华梅当然是很不幸 她身份都没被确定 但是她是被世人所知道了 只有一个十多亿人的 一个民族 在关心着她 但是维吾尔人呢 而且这个汉人呢 又被洗脑极度地排斥他们 歧视他们 而且呢 中共呢 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 屏蔽真相 所以大部分汉人 不了解真相 她说 把他们当恐怖分子对待 你就算 这个民族里边 有几个恐怖分子 你把一个民族 十分之一的人口 上百万的人 关进集中营 大部分人是 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 在他们有犯罪动机之前 先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你无耻不无耻 你说这个这么多青年男女 都在这个集中营里边 他们还能生育下一代吗 为什么他们的人口 生育率降低了三分之一啊 这不是种族灭绝 这是什么呀 吴华谷先生最后指出 按照中国政府的辞重逻辑 汉族人应该有上千万人 被关进集中营 接受再教育 自由亚洲电台柳全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成员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 2月27日在微博发表长文 对比了新冠疫情下西方的与病毒共存 和中国的动态清零两种对策 曾光表示 在不久的将来 定会在合适的时间点 展示中国式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图 相信请天记者孙诚的报道 现居美国洛杉矶的独立学者吴作来认为 此前中国实行的动态清零和严控的防疫对策 实际上更加适用于病毒刚刚开始在武汉传播的时候 如果发生在病毒就在武汉刚刚传播的时候 对相关的人员和相关的城市 进行一个严厉的检测 那可能是对的 他很快武汉不仅传播到整个中国 甚至传播到全世界 没有把这源头封锁住 这是一个巨大的失策 后来他们采取全方位严控的清零的政策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曾光在文章中表示 中国的动态清零是特定时期内的防疫对策 不会永远不变 文中也认为西方国家率先卖出了与病毒共存的实践探索步伐 风险很大 勇气可加 属于他身之时可以公寓的观察 借鉴对象 吴作来认为 中国目前实行的严控政策实际上有很大的成本 而且产生了次生灾难 曾光的文章表示 在科学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重症发生率 和病死率明显下降的情况下 西方各国在衡量了难以控制的发病 死亡和社会经济问题的权重之后 认为当务之急是缓解社会经济压力 因此形成了与病毒共存的防疫对策 吴作来认为 目前尚未看到中国有实行与病毒共存政策的迹象 曾光的文章是否表示中共正有改变防疫对策的迹象尚不明确 他的观点是 这件西方的模式 现在我们还看不到 全世界都已经在开放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还如领大敌 我想共产党有可能会有所改变 在文章内 曾光也直言道 五国人群自然感染率比西方国家低千百倍 是完全靠疫苗接种建立免疫屏障 自然感染率低 过去是呵呵战果 现在是软肋 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此外 他认为在目前人类对新冠病毒的演变规律 尚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 当前西方国家迫不及待实施与病毒共存 风险很大 不宜随之起舞 中国也不宜于冬末春初 呼吸道传染病传播的季节 放宽防控措施 现居加州湾区的医学从业人士陈先生则表示 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清零政策 在低杀伤力的奥密克戎变异株面前 是一种过度反应 过度反应除了让经济变差和劳民伤财之外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整个社会也很难承受政府的过度反应 比如之前西安封城的时候那些事情 中国当局在近两年多来 一直表示中国在新冠防疫对策方面优于西方 有更低的发病率和死亡人数 不过 此前也有中国专家提出过 与曾光这次发布的文章相似的观点 中国传染病专家张文宏 曾在去年7月 表达了对与病毒共存对策的开放态度 并因此遭到小粉红攻击 曾光则曾在去年12月 新华网的一次线上论坛中表示 人类在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 要达到一种人类战优势下的平衡 陈先生认为 中国是动态清零对策下的严苛防疫制度 实际上未必能真的有效避免大规模感染 实施了动态清零对策的香港 在日前遭遇了疫情大爆发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他说 实际上动态清零也未必真的能防住 很可能老名上台之后 到头来还有一场空 比如像现在香港 每天已经感染好几万了 之前做的那些夸张的防疫措施都白做了 实行动态清零政策的香港 在2月28日新增了超过34000例新冠感染病例 香港大学医学院 在3月1日发布的疫情发展预测表示 到目前香港面临的第五波疫情结束时 将会有超过430万人感染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就金山报道 参桌和土地说话 第一手执机真相脉动 针对雾霾天气 中国环保部要求进一步加大 对经经济及周边地区的监察力度 雾霾能让汽车都打不着火了 暗无天日啊 鬼影重重啊 非洲竹温首次在中国发生以来 目前已有20个省份相继出现疫情 这个是猪病里面的一个超级病毒 专家剖析环保食品安全议题 主持人麦小田 全新节目绿色情报员 就在自由亚洲电台 及自由亚太报道YouTube频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 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星期二向国会递交了 2022年贸易政策议程 和2021年年度报告 指出中国通过不平等 反竞争手段扭曲市场 伤害了美国劳工和企业 报告说 中国限制进口商品和服务 进入本国市场 并限制外国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 在中国运营 此外中国还动用各种非法手段 窃取外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 为其工业政策目标服务 报告还提到 中国劳工的基本权益 仍然不受保护 而在新疆等地区 使用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 侵犯了人类尊严 中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 今年的稳消费的压力不小 当局将千方百计 推动国内消费持续恢复和升级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当天在记者会上说 去年四季度以来 中国消费下行压力加大 当局今年将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 星期二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同话 表示中方对俄罗斯 与乌克兰爆发冲突感到痛惜 并呼吁俄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库列巴则表示 他请求中方利用与俄方的密切关系 阻止俄罗斯继续进犯乌克兰 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当天发表声明说 王毅对库列巴表示 中国始终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支持国际上一切 有利于政治解决当前危机的努力 另外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星期一表示 中方支持欧盟 北约与俄罗斯重启对话 也欢迎俄罗斯以乌克兰展开直接对话谈判 但他暗中批评西方国家说 地区安全不能够以扩张军事集团来保障 张军当天还表示 中国不愿意看到乌克兰局势发展到这一步 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